立委黃國書被派系開除退黨 請教市長看法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在公民黨統治時代 曾經有30年的時間 政府在學校裡面 布建這個 職業學生在監視同學、社團 一年的預算是3億 最多的時候一年 同時有5,000個職業學生 這30年下來 有領過那個津貼的 恐怕上萬的 今天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當年有領職業學生津貼的 一定一口票 所以我以前在讀那個三國演藝 曹操在關渡之戰以後 晃一把火把那個書信都燒掉 為什麼 從那個故事你知道 就是說 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出現更多的被害者 好幾萬人領過職業學生的津貼 全部公布 對社會傷害太大 選擇性的公布 一定是變成政治工具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轉型正義不要變成勝利者的正義 從黃國書的這個案子 我覺得是同的瘋窩 我不曉得現在民進黨政府 怎麼去收拾這個局面 我們來看好看 看好看